O-1B 艺术类cover的领域 那这个O-1B 艺术类cover的领域其实是很广的 我们有做过非常非常多的艺术领域 那包括一些绘画的 包括漫画 包括文身 包括插画 包括实际现在做的比较多的 UI UX 包括 Graphic Designer 这些我们都有涉及到过 那艺术这个O-1B 其实我们经常有说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非常六加艺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O-1B它有六大类 有六大项 就是你要踩点 只要你能踩到这个六点里面的三点以上 你就可以考虑O-1B 那这个1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有一项大奖 比如说格兰美的一个大奖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比如说奥斯卡的大奖 这一项奖就可以够你身O-1B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一项大奖 如果六项中间有三项的满足条件也可以 这些六项我不逐一叙述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高工资 比如说你办了很多这种个人的展览 然后你有很多的媒体报导 然后你有很多好的这个行业的推荐人的 这些推荐性 这些都是可以去挖掘和来整理材料的一些挖掘点 对 明白 那您能再具体讲一下 比如说O-1B跟O-1A有讲过说 也是需要雇主的 但是雇主这方面的话 有什么需求是 是否跟H1B是一样的 会O-1的话会不一样 O-1是这样 它当然就是你可以是单一雇主申请 比如说你要为Facebook工作 对吧 你是一个科学家 你申请O-1A为Facebook工作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O-1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经纪人的形式 就是如果说有一个Agent 愿意帮你申请 你可以通过这个为好几个雇主工作 然后呢拿到O-1 那所以说我们好多的这个艺术家 他就是通过这个一些经纪人的形式 然后呢申请拿到 拿到了O-1B 所以这样子它可以为多个雇主工作 它就是相当于是可以接多个雇主的货 多个雇主的货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个签证的类型 我是雷格 大家可以叫Linda 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 所以到现在从事做职业的话 基本上有六年多了 我们这个各生律师事务所呢 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 移民签证 然后持职产权公司商业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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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